今天,在正式开始学习新知识之前,我们先来做一道巩固练习题 复习一下如何计算多位数乘一位数的乘法 之前我们已经尝试过计算四位数乘以一位数了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计算五位数乘以一位数的乘法 六万四千三百二十九乘以四等于多少 我们从这个五位数的个位开始算起 九乘以四,我们知道四九三十六 因此我们把六写在结果的个位向十位进三 再来看十位 十位上的二乘以这个四 不要忘记我们刚才还进了一个三 于是二乘以四再加上三 我们知道二四得八 再加三等于十一 因此我们把这个一写在结果的十位 向百位进一 再看百位 百位上的三乘以四再加上进的一 我们把算式写出来 三四一十二再加一等于十三 因此我们把三写在结果的百位 并向千位进一 现在我们来看千位 千位上是四 四又乘以四 再加上这个进的一 四乘以四加一 四四一十六再加一等于十七 所以结果的千位上写上七 所以结果的千位上写上七 并且向万位进一 最后来看万位 万位上的六乘以这个四 还有一个进的一 六乘以四再加一 四六二十四 再加一等于二十五 所以六万四千三百二十九 乘以四等于二十五万七千三百一十六 复习过了多位数乘一位数的乘法的计算方法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道多位数乘以两位数的乘法 三十六乘以二十三等于多少 这里三十六要乘以二十三 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用三十六先乘二十三里面的三 也就是三个一 再用三十六乘以二十三里面的二十 也就是两个十 把两个和加起来就等于三十六乘以二十三的结果了 因此首先我们先忽略十位上的二 先算三十六乘以三等于多少 六乘以三等于多少 我们知道三乘以六等于十八 所以我们把八写在结果的各位 向十位进一 十位上的三乘以三 再加上进的一 等于十 我们把零写在十位上 然后把一直接写在百位上 于是这个乘法术式的第一步就算好了 三十六乘以三等于一百零八 接下来我们再忽略各位上的三 计算三十六乘以十位上的二 也就是两个十等于多少 因为这里的二代表的是两个十 所以我们虽然表面上算的是三十六乘以二 实际上算的是三十六乘以两个十 得到的结果也应该是若干个十才对 所以这个结果也就理所当然的 应该从十位写起 先用二去乘以三十六各位上的六 二乘以六等于十二 我们把二写在这里 并向前面一位进一 再用二去乘以三十六十位上的三 二乘以三等于六 再加上进的一等于七 因此我们在这里写上七 大家不要忘记 这里其实我们是在算三十六乘以两个十 所以虽然这里看上去我们写下的是七十二 但其实它代表的是七十二个十 也就是说三十六乘以二十等于七百二十 最后我们再把这个结果 其实也就是这两个结果加在一起 各位上八加上这里一个隐形的零等于八 十位上的零加二等于二 百位上一加上七等于八 因此三十六乘以二十三的结果就等于八百二十八 在这里有的同学会问 为什么二十六乘以二十加三的和 会等于三十六乘以二十加三十六乘以三的和呢 这里其实用到了之后我们会学到的内容 乘法分配率 一个数乘以两个数的和 等于这个数和那两个数分别相乘 再把两个乘积相加 所以这里我们可以分别算出 三十六乘以二十的乘积和三十六乘以三的乘积 再把它们加起来 这两个乘积分别等于七百二十和一百零八 再相加等于八百二十八 和之前计算出来的结果相同 我们再来看一道例题 七十七乘以七十七等于多少 我们还是把下面的七十七拆开 先算七十七乘以七的结果 个位上七乘以七等于四十九 把九写在下面向十位近四 十位上的七乘以七等于四十九 加上近的四等于五十三 于是我们把五和三分别写在百位和十位 算完了这个七十七个位上的七 乘以上面的七十七等于多少 我们再来算十位上的七乘以上面的七十七等于多少 过程上和上面一样 也等于五百三十九 但因为这里的七在十位上 它实际上代表的是七个十 所以所谓的五百三十九也应该是五百三十九个十 因此我们首先考虑要把九放在十位的位置 后面的三和五依次写在百位和千位 而这里的个位其实也有一个隐形的零 接下来再把这两个成绩加起来 各位上的九加隐形的零等于九 十位上的三加九等于十二 我们在结果的十位写上二并向百位近一 百位上五加三等于八 再加上近的一等于九 签位上只有一个五 因此我们在结果的签位也写上五 因此七十七乘以七十七的结果 就等于五千九百二十九 至少